老师,他前几天有说到 他买准水中的问题 就是一甲七分地那一个 你应该还有印象 他现在又说 他已经有买到我们的农林菌 二十公斤,三冠 有米唆,一包菌根菌,还有细片 所以他要请教老师 有关这个丢烈杯的部分 之前呢,他爸爸所买的这个餐厅 一家七分地,有两分地 每一年都会拿到这个丢烈杯 他是 一期,算是 试一期,效果一期 一期做有报 第二期又效果 所以老师,这个问题要如何处理 是说,他还要補充 又买什么样的住宅 来做一个丢烈的工作 这个菌根菌 这,因为你水中 可能菌根菌是 用较不对 就是说 有的人说,水中菌根菌没效 不不不不 菌根菌有效 这绝对是有效 当然你可能是,有要装食粿 还是什么样的 整其他的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还是我记错了 完全好像是有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有这种 你就用菌 你用这些菌根菌 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这个大概是 那么玉米树 大概非常推荐 因为这用到 应该你会很尴尬 那么,如果是三管 比如说你三管 应该是一公升的 你可以直接买一汤大汤的 你可以买一汤大汤的 那么会省一点点钱 这是一个 这种的 当然,如果说 这一粒的比较好用 那也没有关系 这有时候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阿婆也是很像这样 他说 哎呀,那一次倒一罐 都在停 差多少 我又没吃菌 生的菌 前来买这个就有春 那也很厉害 我觉得这种人的心态 特别好 他怕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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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吃菌 人家问你为什么不吃菌 哎呀,吃菌很麻烦 就又大宿 就又大店 他这样说 他说怕麻烦 这个 我们这个大哥 这个 非常的可爱 所以他如果说 这个要大罐的 他都没有 以前叫他 要大包的荣林菌 都把他嚼 匆匆的都叫尿器吃掉 那时候都叫妹 匆匆的 哎呀,没多少钱 这就是每个人对待这种的钱 这个没什么样 那么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你刚才说到 这个 症的时候 这个 到七堆里面有两分堆 好像都会提早得到热病 这个 第一 有可能这个地方是怎么 是不是 是不是介绍有一个工厅 还是刚才有民家 比较逆 比较逆 我们的匆匆 如果是有整个月 过去 台湾这部分 我们做得很成功 这个 尤其 婚姻館 婚姻館 这边 如果站在看 那匆匆都这样 纵横交错 那么 有水路 有山路 这个 匆匆一路一路 这个 这个农地重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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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非常方便 我们一些机会 要操作 要做什么 那么 因为做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 農地 起床的就很多 在農地 很方便 你新菜 就都新菜 蒸后 都没有路 这 不是客蒸 都有路 可以走 所以很多人 就在那里 你旁边 如果有人起床 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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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就很 所以 那些那些就会特別 你肥料 如果没有盡量 因为日照不足 他就特別容易 丢到病 有可能是一种的 这个情形 那么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说 那些地 他可能 较 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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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的肥 较较较 所以 你 那些 较较较 他就会更容易 出现到 这个 较较较较 较较较 较较较较 较较较较较 较较较较较 比百人多一分 多五分 這個時候 有時候就 比較容易 较较较 所以 较较较 你看到哪一種 譬如說 如果是一半 那就知道 一半 一半就很厉害到 這個 通風不好 比較厉害到 這個我們知道 全台灣最厉害到 這個地方就是 漫漫 漫漫 有人說叫漫漫 這個人 當地人叫漫漫 我們就對人 這樣叫 當然知道 那些地方 為什麼他們很得到 因為他在大山的底下 所以 雖然天更 但是人的 比較少 漫漫 漫漫 像在這個 大拿 這邊 大拿 應該還沒到 大拿 這個 比較可散 這個地方 我們拿來 拿來這邊 補產的比較少 大拿很多 所以我們大拿 一些高 外人的很厲害 他們都知道 所以他們 水分的管理 還是肥料 他們就會去注意 這樣起來 就去檢查到 丟臉 發生了一個 這個機會 所以你稍知道 所以盡量就是說 看來是一種情形 並不是家裡去撞到 就是阿婆剛才說到的 那塊比較感肥 比較感肥 你放得比較少 你肥黏一點點起來 你試試看 並說人在下一盒 你下五盒 這樣你就差很多 這大概是這樣 處理的解決方式 那麼 隨時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 這個網路上 這個 這個 來探討 這個 看到這種 種田的大帥哥 這種年輕的帥哥 我都覺得 心裡 覺得非常的高興 那麼 這個 這個世界 就是屬要年輕人的 這個傳承 那麼 萬一有人說 哎呀 他就去做這個 就好了 但是有時候 各種的一個原因 我們會去放棄這個高興 啊 不是說 不是說在那裡 反而賽還是怎樣 其實因為呢 啊 人生不是只賺錢而已 就是說 我對一個家庭 我有這個精神 但是呢 啊 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乘上其下 比如說 人家的照顧 但是我們還有大人要背貌 啊 所以很多人說 那你回家最大的一個 你以前也都很出門 對 但是呢 回家最大的 你也不賺那麼多 你以前老在身上 你看你現在 以前這塊 這塊 這塊 就是你以前想要買的那塊 你只有這塊 你就賺多少了 我都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 因為呢 啊 你會得到跟家人最多相處的時間 雖然有時候 有時候會嫁人乖 會大大小聲 尤其在做生 或是做會在做 別的小孩 有什麼大小聲 但是你有發現 這個父子之間 有一種 共通的一個語言 多少可以討論 那其實也還挺不錯的 有一天他們是年老 我們會覺得 有這麼一段去陪著他 你就不會覺得很遺憾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別有那種遺憾 我以前怎麼怎麼就好了 尤其呢 這個 這樣就比較不好 所以 心態要擺對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那就是這種年輕人的部分 都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互相勉勵 那麼這個 有新的思維 在外 我們臺灣的這個農業 就有新的一個進展 那麼你3月14號 要是要 要保養 要保養 那時候 運動都比較正常 那麼這種運動正常的 這個情形 只要可以幫我搭 就幫我搭 在那邊比較搭 他比較早開金 這可能是在這個管理上 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大概 隨時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可以來 做一個探討 那麼有需要 比較不了解這個地方 都不要緊 這個呢 我們電台本來就是 一個新手交流的 一個原地 這很多人說 新龍電台就是 這個新卡 你就是去聽新龍電台 我覺得這種很好 有的說 沒有啦 沒有什麼 他沒有什麼 怪交 對 就是說 代表說 我們這個電台 我們 在新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都 包括新手 你都有辦法 很快入門 可以 我們怕一些完工路 這是我們電台 存在的一個意義 我們要去做這件事 這個目點 隔手他就要不要搭 不然他還要去跟他搭 是不是 當然大家如果是 這個各有擅長 讓他最交流 我們的農業技術 就有辦法來改進步 提供給我們 這位提前朋友做參考 嗯